大家好,我是刀刀鹏 今天咱们来讲一期游戏音乐 在进入正题之前呢 咱先做一个调查 如果说让您选一首 游戏音乐里面最经典的代表作 你首先会想到哪一首呢 我相信绝大多数朋友都会首先想起玛利奥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咱题目里写的呀 当然开个玩笑啊 说到这首曲子呢 耳熟能详 可能都不足以评价了 简直就是超高的辨识度 举个例子 我之前呢曾经在我忐忑那期节目里面 不谈音高只用节奏展示了一下 让大家猜那首曲子是什么 大家都能听出来那个是玛利奥 所以今儿咱就来聊一聊啊 这首曲子为什么能有这么高的辨识度 其实我们说起玛利奥兄弟的音乐啊 它在不同的场景下都是有不同的音乐的 比如说我们最耳熟能详的 其实是它的一杠一这一关 也就是路上这一关的音乐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当然了除此以外 还有在地下的那个音乐 然后呢 还有在水中的音乐 当然了 还有卡住了绝大多数朋友 这个迷宫死活绕不出去的最后一关的音乐 今天因为节目时长的关系啊 咱只介绍一杠一 也就是路上的这个主题的音乐 也是大家最熟悉的音乐 不知道是不是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啊 是一个手残党 所以玩的最多的就这一关了 不过呢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请您一定点赞 如果咱们攒够了一万个赞 我就开讲后面其他这些主题的音乐 下面咱们正式开始 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总结马里奥的这个主题音乐的话 其实啊 就是乱啊 为什么说到乱呢 如果你要从纯的乐理分析的角度来分析这首曲子 它里面很多的作曲和配器的手法 都是不合常理的 然而就是因为这些不合常理 把它总结到一块 反而给人留下的非常奇妙的 让人难以忘怀的这么一个印象啊 所以咱们下面就来说一说 它是怎么把这首曲子写乱了 但是这个乱又让你觉得好听的 首先呢 咱们先来聊一聊的节奏 其实有很多人都分析 说马里奥这个音乐 最大的特点 就是它里面使用了大量的切分音的节奏 那么这个原因到底对不对呢 说它是不是就因为使用了切分音 所以才让你觉得那么印象深刻呢 不完全 咱们在具体的细节剖析之前呀 先跟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切分音的概念 大家可以看啊 我这个白板上写了两个节奏 左边这个节奏呢就是两个八分音符 您要不知道这个音符 没关系啊 首先您能看我的阅理课 都不好意思推荐了 但是您 这可以 但是不知道没关系 我再给您唱一下啊 假如我手上打的是拍子 就是我们正常感知的这种律动 我嘴上唱这两个音符 唱出来这样的 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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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在弹幕中打出来啊 您感觉这一和二这两个音 哪个音在逻辑上更重要一些 我觉得呢大部分人的感知应该都是 一更重要一些啊 这个一呢在英文里面叫 downbeat啊 也在中文里面你可以管的叫正拍啊 正嘛 所以这个拍听起来和感觉上呢 都重量更重一些 也更重要一些 反观呢 我用红色的这个笔写的这个节奏啊 我如果给您读一下这个节奏的话 是这样的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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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呢也在弹幕写一下 你觉得这一二三这三个音里面 哪个从逻辑上说更重要一些 我猜呢 可能大部分人会觉得第二个音更重要一些 因为第二个音跟一三比呢 它稍微的长一些 所以自然而然的你就觉得这个音呢 所占的比重更大 但是呢 我们正常的拍子还是在一上拍的 重要的音放在二上 也就是重要的音和重要的拍子没放在一起 把这一个拍子给它切开了 把这一个完整的拍子把它分开了 所以咱中文的这个翻译翻译的非常好 管这个节奏就叫做切分节奏 不过呢 切分节奏啊 这个词在英文当中 也是有它专门的词啊 叫做sincopation sincopation这个词啊 其实指的不光是这一种节奏型 我在小学的时候 我上音乐课的时候 像可能绝大多数跟我这个岁数的人 上音乐课啊 我们小时候说切分节奏 就长这样 就这个节奏就是切分节奏 实际上呢 这是一个不精准的概念 在这个学术的范围内讨论啊 sincopation也就是切分音的这个节奏型 指的是所有的正拍上没有中音 而是把中音烙在正拍后的这种节奏型 比如说 123 123 这是咱之前说的 还有12345 12345 你看我的234这几个音 都不在我手上这个拍啊 叫这种东西 都叫切分音 所以呢 事实是 马里奥的音乐里面 确实用到了大量的切分音节奏 不光是这一种 还有之前我给您唱的其他这个种 甚至呢 他最厉害的时候 他中间有一段啊 我把谱子给您搁着啊 他每一小节的第一拍 该有重音的这个地方 主旋律上 把这个拍的音都给抠走了啊 都不出声 您也可以听一下 以此为例呢 他在这首曲子里面 确实大量的使用了切分音这个节奏 不过呢 为什么咱们说切分音这个节奏 不是他特别之处 是因为他对重音的处理 咱们之前说了啊 切分音这个节奏 123 它的重音 正常情况下 我们感觉应该是在这个2上 而不在这个1上 下面给大家示范一下 那么这个其实是我们 从这个乐理上分析 最合理的这个逻辑重音啊 也就是说 如果您要听到很多拉丁音乐 他们在处理这种切分节奏的时候 都会这么处理 但是 马里奥这个音乐在这 反了个常规 他把所有的重音 还搁在了1上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 这其中微妙的区别 对于我来说呢 主观上啊 我自己的听感 第一种呢 因为类似于拉丁音乐 其他这些地方处理切分音 它就这样啊 所以他这种处理呢 比较的合理 但是呢 相对来说比较城市化一些 但是第二种呢 像马里奥这样 他一种反常规的这种写作的手法 当我听到这样的时候呢 反而会给我格外的留下深刻的印象 纵观全曲来说呢 他有的地方用到的是 正常的切分音的这个逻辑重音 有的地方呢 像刚才这个 又是反正常的这种逻辑重音 就是让你觉得飘忽不定 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时常会有一些惊喜出现 这就非常贴合 他这个冒险题材的游戏 对吧 你正在那跑着呢 突然一下蹭出俩力宝宝来 或者突然一下 冒出一个王宝膏子来 就觉得特好玩 第二点呢 咱们再来讲一讲 他的和弦的使用 他的和弦的配的时候 也有很多地方 是出乎我们预料的 是和我们听感上的预期 不相符的 比如说刚开头的这个地方 如果我只给您弹旋律 听起来是这样的 如果您要是看过 我之前十分钟配和弦 这个讲解的话 比较常规最正常的手段 他用的是 咪咪咪抖咪搜 一共叫抖咪搜三个音 所以我们配和弦呢 只用抖咪搜这三个音 这是最常规的一个手法 但是他在这里面呢 他配的时候呢 配的一个ry和声发 你看他和抖和咪没有关系 听起来是这样的 你是不是一下就觉得 这个味就来了呢 这个和弦呢 其实是绝世乐的和弦 不知道也没关系 反正呢 就是一个比较奇怪的 出人意料的这么一个和弦 在这个曲子里面呢 还有其他地方 也有这样的例子 比如说这个地方 正常的配呢 我们会用F和弦 接C和弦 听起来是这样的 但是他在这里面呢 用到的是降A和弦 您不知道也没关系 就是他不在这个调里 他从外面借了一个和弦进来 听起来是这样的 他这个移动 是非常好玩的一个移动 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啊 我给您弹一下这一小段 您注意最后这三个音 如果我们用正常的这个 手法来结尾吧 一般我们会用四五一这个和弦 但是他在这呢 没用四五一 从外面借了一个和弦进来 您听呢 他是这样的了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 微小的变化 就让这个曲子增添了很多乐趣 所以啊 我知道很多的朋友 尤其是业余喜欢音乐的朋友 可能呢都想扒这首曲子 然后您来自己演 但是很多朋友都遇到这么一个困境 就是扒了以后 为什么老和这个原曲 有点不一样 他老差这么点味呢 差在哪儿 就在这些小的细节里 这首曲子第三个不合常理的地方 在于他的编曲和配器 这首曲子呢 因为是当时的那个红白机啊 就那种游戏机写的曲子 所以他肯定不能特别的复杂 因为他的存储这个量是有限的啊 所以他使用到的声部 和使用到的音色 在当时那个技术条件下 都是非常有限的 不过他在有限的这个材料里面 做到了最大化的 让人出其不意 比如说啊 这首曲子最忙到的地方 您能听到的是四个声部 第一个声部呢 就是主旋律的声部 第二个声部呢 紧贴着它平行的 是给它配合声的那个声部 第三个声部 比较往下是贝斯的声部 第四个声部 您还能听到那个 那个其实是打绝 或者是模仿架子鼓的 这么一个声部 有的时候啊 这四个声部 是节奏上完全一致的 但是呢 还有很多的地方 它这四个声部啊 是岔开了 最上面这两个是旋律的声部 咱就不说了 咱重点说一说 它的第三声部 贝斯声部和第四声部 打绝这个声部 贝斯这个声部 干的是什么事呢 我之前说的前两点 无论是它的 节奏上的这个变化 还是它配合弦的这个变化 都有贝斯这个声部 来完成的 所以这个声部 其实是一个非常淘气的声部 可以说所有的坏事 都是它做的 比如说咱们之前说 这个重音的这个问题 前两个声部这个旋律 其实它是本身没有强弱的 您这个重音 在哪是怎么听的呢 是靠 贝斯这个声部 它的音落在哪个位置 我们听感上就觉得它是重音 所以它反逻辑的这些重音 都是靠贝斯来做的 包括咱说这个和弦的改变 我刚才给您举例了 如果您只听旋律的话 它旋律的这个和弦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它哪配的这些新奇的和弦呢 也是靠贝斯的这个音 跳出了原本的这个音阶 从外面借来这些音 才让我们觉得 这个和弦有意思 那讲的这个 有一个调皮导弹的呢 还要一个唇来捣乱的 就是底下那个打掘的那个声部 打掘这个声部 它的小拍 和这个其他剩下三个声部 听起来都不一样 它其他三个声部 如果它的八分音符 或者十六分音符 它都是直的 它的节奏都是这么分的 但是它架子鼓这个节奏 听起来这样 而不是 您能听出这两种 小拍上的区别吗 它的架子鼓的这个拍子 就是比较典型的 爵士里面 swing的这个节奏型 它是以三连音为基础的 我之前其实在 分析乐队夏天的时候 曾经说过 这个乐队呢 你要想听起来整齐啊 你要是三连音这种感觉 你就全三连音 你要是直的八分音符 直的四分音符的感觉 你就全给它直了 要不然它听着乱 结果在这 你看见没有 其他三个声部都是直的 只有这个架子鼓这个声部 是三连音的感觉 它就是来捣乱的 不过呢 它这个乱 捣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巧妙 之前提到 这里面有爵士乐的和弦 所以它在这呢 加上了爵士乐的节奏 相得一张 就让这个曲子 增加了很多爵位 而且呢 咱还得说回来 这首曲子干嘛用的呀 它不是说录一个CD 放那让您坐那听 让您欣赏的 它是一个游戏的背景音乐 这个游戏啊 本来就是突出的这个冒险 就是动一榔头 吸一磅开的 所以它的音乐里面呢 也出现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和这个游戏的风格 那就非常的匹配了 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啊 你看这首曲子 逻辑重音不合常规 配合弦配的不合常规 配器各声部之间的配合 也不合常规 结果都把它搁在一起 嘿 还挺合理 还挺好听 这就是为什么 这首曲子能够格外的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自我分析音乐以来呀 实话说 很少见到这么多不合常规 还能好听的音乐 尤其是我们再想一下 当初技术条件这么有限的情况下 我估计它这个经费 肯定跟现在的这个大游戏的制作相比呢 也要小得多 可是音乐人还是绞尽了脑汁 做出了这么经典的音乐 那么格外的值得我们后辈的这些音乐人敬佩 这份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 好 那这期刀刀风凉音乐 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您订阅分享评论点赞 也欢迎您加入我的会员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